接下来我们要看三十一条 三十一条 是很重要的一个条文 考试非常常考 我们先简单看三十一条第一项 然后我要厘清楚一些观念跟各位说明 三十一条第一项是这样讲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于 审判中未经选任辩护人者 审判长应指定公社辩护人或律师为被告辩护 总共有六项 这六项是很常考的 第一个 最新本行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案件 第二个 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 这个我相信你清楚 内乱外患妨碍国交 第三个 被告因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 无法为完全之陈述者 第四款 被告 距 原住民身份 经依 注意 通常程序起诉或审判 如果今天 被告 距原住民身份 但是经检察官 申请 检疫判决处刑程序 那不是我们这边三十一条 第四款 三十一条 第四款有两个要件 很重要 第一个他要具有原住民身份 第二个 依 通常程序起诉或审判 第五 被告为低收入户 或中低收入户 但是 光是经济上弱势还不够 还要 向 审判长申请 举 一定 这是第五款 我们要注意的 第六款 其他审判案件 审判长 认为 有必要者 这是 我们简单跟各位谈 六款 这六款是有意味着 一定 在审判中 要有律师在场 这个律师 可以是 自己找的 如果今天 是 被告自己找的 被告太太帮忙找的 简单来讲 好 今天是 被告 或 与被告有一定亲属之人 自行选任 例如选任王律师为其辩护人 那 经选任行为 而 有 而存在的辩护人 这个我们叫做 好 这个我们叫做 选任辩护人 或者你说 议定辩护人 可以吗 议定辩护人 自己找的 自己选任的 那你要注意 如果今天 有这六款 事由 例如 我们这边 杀人罪 杀人罪 基本上 依照三十一条 第一项第一款 罪亲本行为三年以上 有其徒刑 你要知道 杀人嘛 死刑无其徒刑 十年以上有其徒刑 所以杀人罪绝对是第一款 好 第一款 那 被告没有找律师 被告一定亲属27条第二项之人 也没有帮被告找律师 但是 因为 他是31条第一项第一款 罪亲本行三年以上有其徒刑 是案件 那 被告 27条第二项 一定亲属之人 也没有帮被告 找律师 那 审判长 就会帮 被告 指定 公社辩护人 或 律师 为 被告辩护 或指定律师为被告辩护 这个 我们就叫做 指定辩护人 可以吗 指定辩护人 简单来讲 我们这边律师 是自己找的 我们叫做选任辩护人 或者 议定辩护人 如果不是自己找的 是审判长 指定的 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 指定辩护人 那你要注意 一定要有律师在场 这个叫做强制辩护案件 强制辩护 一定要有律师在场 可以吗 这个律师 可以是自己找的 任意辩护 也可以是 审判长指定的 这个叫做指定辩护 可以吗 所以 选任辩护人 概念是 27条 到 我们这边 30条 自己找的律师 律师 递出 委任输状 于 侦查中的检察官司法警察 审判中的法院 如果今天是 审判长指定的 这个叫做指定辩护 有这些事由存在 一定要找辩护人 一定要有辩护人在场 这个诉讼程序才合法 这个叫做强制辩护案件 如果不是这一些事由 那我们跟你讲 我们 就叫做任意辩护案件 任意辩护案件例如好了 例如我简单举个例子好了 伤害 伤害罪 我们这边不管是故意伤害 过失伤害 基本上都不是 低款 那基本上 伤害 你要找律师 可以 你如果不找律师 抱歉 审判长也不会帮你 指定辩护人 可以吗 审判长 如果在 伤害案件 帮你找辩护人 只有 你可能是精神障碍 心智缺陷 或者 原住民身份 经依通常 程序 被起诉 或者是低收入户 又叫做任意辩护案件 所以各位同学 强制辩护是什么 一定要有辩护人在场 而这个辩护人 可以自己找 所以 与审判中未经选任辩护人 那审判长会帮你指定 审判长指定 就叫做指定辩护人 可以吗 指定辩护人 可以是公社辩护人 也可以是律师 这个观念 理清楚了 我再跟你强调一次 律师是自己找的 选任辩护人 律师是 审判长指定的 这个叫做指定辩护人 所以我们是依照 律师产生的方式 是审判长指定 还是自己找的 可以分成 选任辩护人 指定辩护人 那 强制辩护案件是什么 一定要有辩护人在场 这一个诉讼程序才合法 这个叫做强制辩护案件 31条 是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到 侦查中 羁押审查程序 也是 或者我们等到 犯罪协商程序 等一下看考题 也会看到 这些就叫做强制辩护案件 强制辩护案件 一定要有律师在场 只不过这个律师 可以是你自己找的 也可以是 亲属帮你找的 如果你自己不找 审判长会帮你找 好 那接下来 如果不是 强制辩护案件 例如 普通伤害 过失伤害 那你可以找律师 也可以不找律师 你不找律师 审判长 除非有 基层障碍 原住民身份 低收入户 这种情况 才会帮你找律师 如果 今天 普通伤害 过失伤害 完全责任能力 没有具有原住民身份 也不是经济上 弱势者 那审判长 是绝对不会 帮你找律师的 这个就叫做任意辩护 可以吗 所以名词要搞清楚 选任辩护 指定辩护 强制辩护 任意辩护 好 指定公社辩护人或律师 为被告辩护 指定公社辩护人或律师 为被告辩护 这个 就叫做指定辩护人 好吗 指定辩护人 六款是有 最轻 本行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 第二款 高等法院管辖 第一审案件 第三款 被告因精神障碍 或其他心智缺陷 无法为完全 陈述者 第四款 被告 具 原住民身份 经依 通常程序起诉或审判者 第五款 被告为 低收入户 或中低收入户 而申请指定者 第六款 其他 审判案件 审判长 任有 必要者 好31条第下 就有很多考题 我们就先来检讨 105年5等 司法特考 下列哪一种情形 于 通常 审判程序中 未经选任辩护人 审判长 应主动为被告 指定公社辩护人或律师 为其辩护 被告为中低收入户 没有申请 一定要自己申请 被告所犯为罪清本刑 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不是第一款 被告为精神障碍 但上能部分陈述 我们要无法陈述 被告具有原住民身份 而一 通常 通常 审判程序 审判 B是正确选项 好 一样 同一个年度的考题 被告的配偶得独立为被告选任辩护人 27条第2项 好 这是正确的 审判中的辩护人 可以不是律师 所以 B是错误的 每一个被告选任辩护人 不得遇三人对 未选任辩护人之被告 因精神障碍 无法为完全的陈述者 审判长应指定 公社辩护人 或律师 被告辩护 D是正确的 好 所以 B是错误的 ACD都正确 好 100年5等身障 下列合者 非属 强制辩护案件 内乱 妨碍国交 当然是 这是第2款 31条 第1项第2款 普通诈欺罪 不是罪清本刑 5年以上 所以 基本上 不是第1款 B是正确选项 被告因 智能障碍 无法为完全陈述者 是 应该 为其选任辩护人 好 这是我们简单谈到 强制辩护案件 105年 5等身障 下列何种情形 审判长 于 审判中 未指定公社辩护人或律师 为被告辩护 亦不违法 好 那我们来看到 所犯之罪为高等法院管辖 第1审案件 第2款 精神障碍或心智缺陷 无法为完全陈述者 当然是 被告 被告 原住民身份 且依通常程序起诉者 当然是 被告为低收入户 未申请 一定要自行申请 我们才要 为其指定 如果他没有申请 那我们法官怎么知道你是低收入户 第4正确选项 106年5等身障特考 于刑事审判中 若被告未选任辩护人 审判长于何种情况发生时 无需 指定公社辩护人或律师为其辩护 被告所犯之罪 最轻本行为 5年以上有其徒刑 3年以上就为他选任 辩护人 是属于强制辩护案件 5年 当然是 被告据原住民身份 经检察官申请 注意 检疫判决处刑者 我跟你讲过 原住民身份 第4款 一定要 以通常程序起诉 如果是经 检察官申请检疫判决处刑程序 因为申请检疫判决处刑程序 都是轻微犯罪 轻微犯罪 我们就不要求强制辩护 因为 你 原住民身份 如果 稍微 犯一点小错 我们不能因为你犯一点小错 例如 我们这边 酒醉驾车 撞伤人 如果在这里 基本上 如果不是罪清本刑三年以上 如果不是我们这边 检察官申请通常审判程序 而是检疫判决处刑程序 我们基本上就 无需 强制辩护 而是属于任意辩护 被告为中低收入户 而申请指定 申请指定 这个要注意 高等法院管辖 第一审案件 第二款 108年 原住民考试 但是是法学大义 依刑事诉讼法规定 下例何者不属于审判中 应指定辩护人 为被告辩护之情形 最清本刑 第一款 高等法院管辖 第二款 被告因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 无法完全陈述 第三款 被告为原住民身份 经检察官 注意 申请检疫判决处刑 第一是正确选项 100年5等原住民特考 下列哪一些案件 不是法律所规定的 强制辩护案件 强制辩护案件 我们跟你讲 31条第1项第1款 31条第1项第2款 被告因 智能障碍 无法完全陈述 31条第1项第3款 被告表示 所怨受 科资刑 欲有期徒刑 4个月的 协商案件 这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 我跟你讲过 强制辩护案件 是指什么 强制辩护案件是指 一定要有 辩护人 在场 这个叫做强制辩护案件 31条第1项 6款 事由事 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 侦查中的 积压审查程序 也是 再来 协商程序 麻烦你看到 依刑事诉讼法 455条之5 第1项规定 协商案件 被告表示 所怨受 科资刑 欲有期徒刑 6个月 且未受 缓刑宣告 其 未选任 辩护人者 法院 应指定 公社辩护人 或律师 为其辩护 协助 其协商 所以 犯罪协商程序 如果 怨受 6个月 以上 有期徒刑 且未受 缓刑宣告 一定要有 律师协助 他也是 强制辩护案件 那 我们这一边 规定 6个月以上 没有受缓刑宣告 单单 遇4个月 基本上 还不在 适用的范围 低是正确选项 可以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104年 5等原住民特考 法院一 通常 审判程序 开庭 行准备程序时 发现被告 具有 原住民身份 但被告于 审判程序时 就 起诉事实 自白 他具有原住民身份 又是通常 审判程序 法院认为 本案除有 被告自白外 上有其他 補强证据 在罪证明确下 及对被告 判处有罪 那我跟你讲 没有为被告 强制辩护 诉讼程序 违背法令 这是我们一直跟各位强调 31条 第一项 强制辩护案件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有 律师在场 律师在场 31条 第一项 6款 4有 羁押审查程序 等一下会看到 我们刚刚看到的 455条 之物 犯罪协商程序 被告表示 愿受 6个月 以上有期 徒刑 且未受 缓刑 宣告 那一定要律师协助 再来看 108年 5等原住民特考 下列刑事案件 何者不属于审判中 未经选任辩护人者 审判长应指定 公社辩护人 或律师 未被告辩护案件 简单来讲 是不是强制辩护案件 被告具原住民身份 犯304条第1项强制罪 经检察官申请 检疫判决处刑案件 不符合 第4款 所以 A是正确选项 不是强制辩护案件 被告为低收入户 犯 普通伤害罪 而申请 公社辩护人 或 律师 为其辩护 迷失 被告犯 328条第1项 普通强盗罪 第1款 法定本刑 5年以上 第1款 被告犯 174条第1项 法定本行为3年以上 第1款 所以BCD 都是 A 不是 不符合31条第1项 第1款 强制辩护案件 可以吗 再跟你强调一次 强制辩护 就是表示 一定要有律师在场 没有选任律师 审判长 要为其选任公社辩护人或律师为其辩护 这个叫做强制辩护案件 可以吗 一定要记住 31条 第1项 第1款到第6款 羁押审查程序 犯罪协商程序 455 支 6 支5 第1项 愿受6个月以上 有期徒刑 且未受 缓刑宣告 暂时 有期徒刑 会计刑 推刑 我